哈喽,大家好,我是二五 这次的汉服制作小课堂,我们来做双色领口 双色领口是在领子边缘加入一条不同颜色的边 平面展开后,可以看到中间橘色部分是要加入的边 两边粉色部分是领子的主体 领子完成后的宽度是4厘米 橘色领边的宽度是0.5厘米 在剪裁的时候要将这三个部分各留出1厘米的缝粪 这是我准备的领口和绣口的材片 粉色是真丝无螺,橘色是真丝双皱 领边最好选择与领子相同材质,相同厚度的面料 这样拼接后会更平整 现在要把三个部分缝合起来 缝粪是1厘米 缝合后,剪掉6毫米的缝粪 余下的4毫米缝粪,剔开熨烫平整 然后给领子熨烫粘衬 中间对折熨烫 这样双色领口就做好了 简单的一个勾边让整件衣服看起来更加精致了 这期内容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